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二十四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一篇观点文章 因为现在的贸易战以及大流行等一系列问题 中美关系可以说是每况愈下 纽约时报在六月二十三日登出文章 表示两国现在准备离婚了 而文章的作者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普利策奖的获得者弗里德曼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美国和中国现在终于离婚了 文章表示如今中国在美国的地位 比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低 就算是中国可以从美国买一些大豆和波音飞机 也解决不了北京在美国的问题 中国人真正应该问自己的问题 不是谁会成为美国的下一任总统 而是谁让中国失去了美国 文章表示真正的故事是美国和中国准备离婚了 离婚文件上只会写离婚理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但事实不止如此 经历了四十年的一对夫妻两种制度的生活后 他们要离婚 因为中国的表现太过分 而美国的表现也糟糕 文章指出美国和中国自从一九七九年到二零一九年 建立的伙伴关系为很多人带来了巨大的繁荣 也为世界带来了相对的和平 但是当它消失之后 我们还是会怀念的 那是一段无意中的经济婚姻时期 平稳过渡到这个时代 直至中国在二零零一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突飞猛进 所有的美国企业家一觉醒来都会说 我想从这家中国企业购买商品 或者是我想把供应链移到中国 所有的美国大学都会说 我想在中国开设分校 所有的美国科技公司也说 我想在中国开设研究实验室 或者是雇佣一名中国的科学家 而所有的中国学生都会说 我想去美国学习 所有具备资质的中国企业也会说 我想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或者是我想投资或收购一家美国企业 文章特别强调 四十年无意中的婚姻伤害了一些工人 但是也使得很多人受益 特别是消费者 这段关系还缓和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与最重要的新兴大国之间的天然竞争 使得他们可以在全球问题上进行合作 比如应对气候变化 还有二零零八年后的经济危机 这四十年无意中的婚姻已经结束了 我们还会继续进行贸易 继续进行外交接触 游客们还会来来往往 美国企业还会继续经营庞大的中国市场 因为他们必须生存下去 但是这一段无意中的婚姻已经结束 今后他将受到更多的束缚 机会将受到更多的限制 这段关系将充斥有意识的怀疑 以及对其随时可能破裂的担忧 与过去四十年相比 这感觉就像离婚一样 双方都在说我们真是受购你们了 安可顾问公司大中华区的主席麦建璐表示 正于川普总统本周发推所说的那样 美国可以选择与中国彻底脱钩 文章表示 但是双方不应该受到同样程度的指责 自从二零一二年以来 两国关系逐渐走向下坡路 是中国在一系列广泛的问题上做得太过火了 对于目前中美关系的现状 许多学者表示担忧 美国芝加哥大学米尔斯海默六月份 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两国其实已经陷入了冷战 他表示 鉴于现在中美两国在新冠病毒上争执不休 看上去我们已经处于冷战之中了 我认为在疫情的争议出现之前 人们还能够争辩中美是否真的处于冷战当中 但是到如今 我认为两国的冷战已经相当明显了 他还强调表示 看看中国南海的军事局势已经变得相当可怕 中美双方几乎都怼在对方脸上 而经济方面两国的关系也十分紧张 再加上关于大流行病的指责 我认为现在是非常危险的局面 由于疫情的原因 它恶化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我知道最终会走到这一步 但是本来以为也不至于这么快吧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前首富黄光玉出狱事件 中国前首富国美电器的创办人黄光玉 什么时候能够出狱 一直受到外界的关注 北京媒体在六月二十四日表示 黄光玉已经于近日出狱 而国美官方将于近日通过公告来说明具体的情况 在六月二十三日晚 根据北京商报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 国美集团高层会议中透露了这项信息 但是目前国美官方还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 根据了解六月二十四日将是国美邻交所在港交所端午节休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黄光玉因为涉嫌经济犯罪被北京的警方拘留调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黄光玉获得第一个减刑十个月 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他再次获得减刑十一个月 而减刑后应该执行的刑期从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零二一年二月十六日停止 此前有消息表示 刑期过了一半就可以申请假释 而且理论上还有一次减刑的机会 今年五十一岁的黄光玉申请保外就医有一定的成功概率 黄光玉二零一九年出狱不是没有可能 一般来讲不会坐牢到二零二一年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中国最高检发布管理办理设民营案件的十一个执法司法标准 其中强调对民营企业的经营行为 法律和司法解释 没有做出明确禁止性规定的 不得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这样的司法标准发布后引起中国社会广泛关注 黄光玉的案件能否重审也成为了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在中国官方智库社科院主办的期刊中国经营报 就曾经引述知情人士介入 虽然黄光玉案在二零一六年七月受到了再审受理通知书 但是两年中此案一直没有进展 消息人士表示黄光玉案是在周永康主政中共中央政法委时判决的 存在一些人为的干预情况 而现在司法环境不太相同 这无疑为黄光玉案提供了改判和纠正的机会 具体而言 二零一零年黄光玉因为非法经营罪 内幕交易罪 单位行贿罪被判刑十四年 当时有传闻说黄光玉是在经商时得罪了权势人物而受到报复 二零一五年七月 国美已将近一百亿元向黄光玉收购其所有的非上市资产 一共五百七十八家实体门店 四位黄光玉回归做准备 但是分析员说 这样的做法是走回头路 与公司发展在线业务新战略背倒而驰 只是对黄光玉个人有益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一九六九年出生的黄光玉是广东汕头人 是现代的潮汕商人代表人物之一 黄光玉在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八年 三度问鼎胡润百富榜中国大陆首富 二零零六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也排名第一 二零一三年 当时在监狱中的黄光玉 仍然以二百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深列胡润百富榜第三十九位 二零一二年开始黄光玉的妻子执掌了国美 二零一七年国美进行改革向新零售发展 这番调整被看作是黄光玉出狱的征兆 不过也有消息人士透露 即便黄光玉在监狱中 国美的重大决策也都是由黄光玉来做的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现在最新颁布的负面清单相关的消息 国家发改委还有商务部发布了二零二零年版外商投资管理负面清单 要标榜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限制 官方表示现在的疫情给全球跨国投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而中国将以更高的水准开放来促进经济的高品质发展 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消息说 发改委和商务部在二十三日分别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还有自由贸易实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实施 新版的负面清单进一步的缩减了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册子 自从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四十条减至了三十三条 而自贸实验区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则由三十七条缩减至了三十条 国家发改委表示 现在的疫情给全球的跨国投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世界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而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发布 显示了中国坚定不移支持经济全球化 还有跨国投资的决心 会进一步完善外商的投资环境 要以更高的水准开放促进经济高品质发展 最后再要为您带来的是中国官方智库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今天的发言 他表示美国现在正在亚太地区部署前所未见的军力 这提高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爆发意外事件的风险 在这一份名叫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的文件中 他作出上述表示 而这样的报告是由中国南海研究院编撰的 吴世存表示美军在亚太地区部署前所未见 军事意外或者是意外开火的可能性正在升高 假使危机爆发 对双边关系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报告表示目前美军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兵力是37.5万人 占到了美军总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八 其中包括百分之六十的海军舰艇 百分之五十五的陆军部队 以及三分之二的陆战队兵力 文件表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八年任期中 美国在南海一共执行了四次航行自由活动 而美国总统川普上任至今已经执行了二十二次 报告呼吁要进一步扩展两军的沟通交流 防止在战略层面发生误解误判 报告表示中国没有把美国视为潜在的对手 也没有想过与美军进行新的冷战或者是热战 但是军事关系的恶化会极大的增加发生危险事件 乃至引发危机冲突的可能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本 Most Light 禁物 ! 60 。